这一定得注意啊 这个鱼有刺而是它比较危险 它面壳就已经很硬了 你吃这个很硬的面壳的时候 很容易忽略这个刺的存在感 太阳探店 良心推荐 今天啊完成了一个成就 六尖新疆铸精饭 全部吃完 今天这是六尖新疆铸精饭里的 最后一尖克拉玛伊铸精饭 然后我们在西城 这叫克拉玛伊大厦里头的 克拉玛伊铸精饭 然后点了也是传统的新疆美食啊 先上了三个了 给你们说说 传统的新疆大牌鸡 红烧囊包肉 新疆凉面 这叫黄面卡哇普 卡哇普好像说在新疆那边 就是烤肉的意思 它是个凉的 它跟拉条子什么炒面片不一样 说是新疆本地拉玛亮面粉 加上姜黄水活的面 对吧 所以是这种颜色 然后拌上烤肉一起吃 面很筋道 醋味稍微有点重 就是醋自然辣椒 加上这种烤肉拌在一起吃 真是挺香的 可惜没有那么凉 他说再凉一点肯定更好 新疆风味鱼 这才是我认知中的烤鱼 以前我们家小时候 那边有一个新疆馆 做的烤鱼就是这样 那时候四川的烤鱼什么还没有 人家就直接炭火烤一下 然后再炸的 又酥又香的 这种不出来还行呢 大盘鸡 尝一尝吧 它大盘鸡料的味道很好 而且它这个 你如果点普通的大盘鸡 它跟别家不一样 不是那种一整只鸡剁了 什么都有的 它这个纯纯的全是大鸡腿 味儿挺好的 鸡腿肉一般 但是它也不是不新鲜那种 还有没有准备吃起来那么嫩 就味儿没泡进去 看底下有没有 翻一块底下的 你看 我觉得好像选了鸡是那种 什么总地鸡之类的 鸡肉就比较紧实 味儿肯定是没问题的 鸡肉也很好吃 就是鸡肉不顺 所以目前啊 这大盘鸡六尖吃下来 最好吃的还是准备二的 是吧 这个排第二 也不就第三吧 横平第二项 是吧 这叫铁签烤串 十个件一串 这叫小铁签烤串 五个件一串 看这肉量其实不是特别多 尝尝味道吧 这个东西吃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特点 目前感觉烤串最好吃的 可能还是阿龙饭店那个肉 就是首先肉炒 然后不需要额外的搭配 但它这种吧 跟传统北京的那个不一样 它这个肉应该是腌制过的烤 所以它本身是有这种腌料的味道的 北京那种不腌的其实炒的吃起来更香 新疆风味鱼 看这个鱼头可能是炒鱼 吃起来就没有什么肉香味的 就基本都是面香味跟那个调料的味道 就一定得注意啊 这个鱼有刺而是它比较危险 它面壳就已经很硬了 你吃这个很硬的面壳的时候 很容易忽略这个刺的存在感 红烧囊包肉 中间是羊排 羊肉吧也不过都是羊排 底下就是一囊 他们家还是以主食为主 你知道吧 你看我们点了四个菜 这俩主食 如果你愿意点的话 他们家排在前面的全是主食 什么凉皮 拉条子 过柔肉 拌面啥的 说都不错 标一斑 我觉得就是一个比较标准的囊包肉 然后给你割汤炖了一下 或者浇了汁了 没啥测试 我们已经吃完了 然后总共343 就觉得他们家性价比真的很高 300多块钱吃完还打包了这么多 整体感觉 这六尖新疆煮酒饭吃下来以后 我觉得克拉玛鱼制裘麦 应该是这六尖的性价比 我们觉得最高的 那么大一份大碗鸡78块钱 然后刚才那豁大豁大的那一条鱼 88块钱 吃起来鱼还挺新鲜的 所以我觉得这家是值得来的 特别是如果你对新疆美食 很感兴趣吧 他们家最推荐什么 这个 这叫黄皮卡巴普 新疆凉面 超级好吃 我们这一盘纯吃完了没有打包 羊肉串也不错 但是不是北京的这种烤粉 你说他们家烤串 这种新疆饭店的烤串 是这种烟过了再烤 为什么我们去十里河 那些新疆烤炸店里头的肉 全是现穿现烤呢 这到底哪个正宗啊 我觉得应该人家这比较正宗吧 好感谢您收看这一集 太阳饭店 我吃了 你餐了 新疆猪肉串饭吃完了 好感兴趣